说的旧社会呀 那时候社会风气不好 这人呢 讲究虚假 以衣帽取人 势力严 所以即便是穷人 也得装出有钱的样子来 不然可就没人搭理了 有些个人爱虚面子 说大话 外表嫁闹着 下几天走在马路上 舔着肚子 嘴里总叼着根牙签 让人一看 好像刚打饭馆里出来 可就怕碰见熟人 怎么的 遇见熟人就得说话 一不留神就露馅了 人家问他 哟二哥 您吃了吗 他一边提牙 一边回答 刚吃完 那个问 您吃的什么呀 吃的冰淇淋 您说可笑不可笑 多能咱见过吃冰淇淋提牙的 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过去我们家街坊 就叫好去假的 死要面子 本来呀 他是个爆发户财主 可他非要装成多年的老财主 谁要一说他是爆发户 呵 当时就翻脸 只要说他是老财主 能拉到饭馆里 请你吃顿饭 就这种人 有一回 他把我请去了 张培 你是说像人的 眼界宽 见得多 你看看咱这所房子 和屋里的摆设 怎么样 像不像个老财主 我一看呢 实在不像 就说了 我说这话 您别挠 您不像个老财主 一看就知道是个爆发户 他一听就急了 我就忙着说 您先别急 以及这个新财主啊 有特点 是树矮 房心 坏不古 您看门口那几棵槐树 全都这么高 这财主说了 可不是吗 这不刚栽什么 我又说了 您这个房子 他也不老啊 财主说 是啊 我这不是新盖的吗 我说 还是的 再说您这屋里头 一张骨块都没有 就属那幅对子 年代最久 才是光绪末年的状元 刘春林的 要想让人看出来 您不是这个爆发户啊 得在门口来四棵大树 屋里头挂几幅古画 什么唐伯虎的美人啊 敏元璋的山水啊 他听到这乐了 这好吧 你甭管了 我识的识的 半个月以后你再来 保管看不出我是爆发户了 好吧 那我就走了 过了半个来月 我又去了 老远一条 呵 门口这四棵大树 两张多高 走进了一看 不是槐树 是松树 后来一打听 是从人家坟地里 献挪过来的 好嘛 人家坟地的树 他给割门口了 再一看 挺新的房子 都拿这个煤 煤子 给熏黑了 俩大同门环子 也用烂泥给呼上了 你说这不折腾了 刚要叫门 正赶上他出来 呵 见着我这份高兴 跟我说 你瞧瞧 这位树不矮 防不心了吧 再到屋里看看 咱有几张古画 到屋里我这么一看呢 嘿 还真有几张古画 这边挂着的是 郑满桥的竹篮图 那边挂着的是 唐伯虎的群方府 当中间挂着一个挑衫 是黄公望的高山流水 呵 真不含乎 朴山的两旁 还挂着一幅对子 他说 怎么样 你看 这幅对子鼓不鼓 哎 你先瞧瞧这下款 岳飞的 呵 我心想 宋朝的岳飞越元帅 这幅对子 年代够可以的了 仔细先上下联的词 我纳闷了 怎么的 就先上联写着 革命尚未成功 下联写着 同志仍需努力 我一看 啊 这是岳飞写的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